车辆的话从后面看的话 其实应该是一辆银白色的四轮 普通的小汽车 但具体的品牌跟车型是看不清的 按照涉案车辆离开的时间与方向 他们在另外一个路口公共区域视频中 再次发现了他的轨迹 就是绕广场一圈 往那个国道方向走了 按照我们那个视频的时空分析 就是跟那个卡口的时间结合 我们就有一部白色的标志小汽车 就是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警方追踪发现 这辆可疑白色标志轿车 最终离开了会场 由此警方判断 这伙盗贼应该是外来流窜作案人员 而通过查询沿途的公共区域视频录像 警方发现了一辆类似的可疑轿车 深夜时分 这名驾驶员令人不解的打架了遮阳板 晚上的话都不会去打遮阳板下来的 所以就很反常 然后虽然说打架了遮阳板 但是还可以看到他的头部的下半部分 就较胖 正是这名驾驶员欲盖弥彰的举动 让警方确信 这辆车牌号为 越AR2687的标志车 便是犯罪嫌疑人所驾车辆 可是进一步查询显示 车主是一名女性 与出现在现场的犯罪嫌疑人 根本不相吻合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发现这个女性车主 她是一个在一个广州是一个医院工作的 一个有正经职业的一个这样的人员 然后她的丈夫也是同样在广州 是一家公司上班的 然后调了他们的那个户籍相片 对比了一下 发现跟作案嫌疑人 这个体型体贷是不符合的 那么使用这台车的人到底是谁呢 在联系了车主之后 谜底终于揭开 原来通过一个网络租车平台 车主将汽车租了出去 不过再狡猾的狐狸 也有露出尾巴的时候 虽然嫌疑人使用了假名来做车 但是她支付租金所使用的信用卡信息 最终指向了一个男人 她就是郝武军 应该是总是一个外贸工作的 一个这样的白领人士 属于说说一个在一个做外贸的工作 7月6号在广东省深圳市警方 将她抓破回岸 一路拼过来吧 但是一丝糊涂就说 自己又把这些全部毁掉 真的 从一开始我就不知道这些事情 所以说就我这次打击 真的是很大 所以我到现在 我都不想念她 可以去做这种事 好像感觉她 怎么会去做这种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